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夢想街57號世界珍寶 見賞大會開始 好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麗玲 我們世界珍寶見賞大會的現場 台灣人說實在的 有錢的人真的是很有錢 尤其是我們街邊看到那些 做小攤販的人 他們每天都在收現金 所以我們今天要特別邀請到了 就是每天都在收現金的 這個台灣算是有錢人 我們趕快邀請一下 第一位是我們的林先生林太太 歡迎你們 大家好 另外我們要特別邀請到的就是 新北市的張秀嘉 張小姐 歡迎您 好 張小姐 妳本身在從事什麼工作 退休了 本來呢 本來在出口貿易 台灣的貿易的話 也是賺很多錢 我們碰過台灣錢間角木的時候 你們遇到那個台灣錢 英格賣那一年 所以那一年的錢都買呢 都買房子 不是 我那個老闆賺的 老闆賺的不是我 老闆賺到錢 那個員工也會賺到錢 好 來 特別邀請到的 就是我們珠寶玉石鑑定所的所長 黃潔琪 花輪哥 歡迎您 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趕快歡迎的 就是林先生 林太太 你們好 好 主持人好 你好 還這邊 還這邊 好 來 這個林先生 林太太很可愛 而且今天這個尤其是林太太 盛裝出席我們的節目 妳穿得很辣喔 還好啦 妳平常在工作的時候也是穿成這樣嗎 差不多 所以妳是店裡面的活招牌 差不多了 是 差不多結婚多久了 差不多30年了 那小孩子多大了 現在 小孩子快28歲了 那做阿嬤嗎 還沒 還沒嗎 對 你看有夠年輕的 很年輕 非常的年輕 好 剛剛有特別講到 就是他們家其實是開羊肉爐的 開在哪邊啊 我們開在新北市爐州區吉賢路 所以那個店名都講出來的話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對不對 可以講嗎 沒關係 妳講一下 我給妳5秒鐘打廣告 好 我就走快一點 1 2 3 4 5 結束了 沒有那麼快 等一下 我也帶一天了 我們家的燈籠是黃色燈籠 鄭字號 鄭老林 鄭老林 對 牛肉吃到百貨的重點 那就是 什麼牛肉 什麼 吃到飽總店 對 羊肉爐有吃到飽的 有 對 因為全台灣省我們就是第一家 那現在全台灣總共有幾家 全台灣省現在最高紀錄50多家 有 對 所以你們光是收那個權利金 加盟金 只有一次而已 一次就夠了 50幾家的話 嚇死人 可是我也做功德 因為很多加盟的 那個加盟金都收很多 可是我們就想說 給一個創業人一個機會 後來羊肉爐開下去 最多50多家 後來現在變成100多家 都是效仿我們的 好 但是賺了很多錢以後的話 不只林家很會投資 甚至他們也買了這些 來 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先來看一下 林先生 這是什麼 這應該是你的主意 對 龜柯玉 在十幾年 大概15年前 有個朋友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這個東西很吉祥 很吉祥 然後我就跟他買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玉去雕那個烏龜 好 來 這一個是玉雕的烏龜 那你買來幹嘛 這樣子 你來做什麼 我的意思說掛在那邊還是刀手上 那時候我就聽朋友講說 這個不錯 不錯 沒有 他說是吉祥龜 不是 我的意思說你買來是 掛在家裡還是掛在店裡 還是帶在身上 就放在店裡 放在家裡 來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我剛剛算了一下 總共有八隻的烏龜 然後它叫做玉龜 您說是這個玉龜 這個是怎麼帶 沒有帶 就滿回來就帶 對 是手鍊 手鍊也太大了吧 可是那個 它背面這個 有加持的 你看 它有火 你看 後面這個 這個都每一個大火加持過 它就吉祥武 上面有刻一個字 刻火 它有大字都是火 老闆娘 這是不是你自己撈起來 不是 這是很有名的 寺廟大火加持下去的 這個字好像自己刻上去的 哪有可能 這個都是用那個刻 你看 哪有可能這麼刻 因為它拒絕的 我的意思是說 它的字也太壞了吧 他說會越壞越壞 因為它八隻過了 我感覺老闆娘 做生意的料 真的 做生意的料 我們請花倫哥幫我們看一下 我覺得你在店門口 應該會放一個浴灘 給老婆顧這樣子 我相信那個生意應該會不錯 可是它那個古董產賠千萬 蛤 誰古董產賠千萬 我老闆 林先生你很喜歡古董是不是 要亂買 你都去哪邊買 譬如說像這個 這個玉龜手鏈 像這個是 這個是在重慶北路的一家古董店 那時候 大概15年前 因為老闆說它是花財貴 它可以帶來很多好運 那時候好像買1萬5 1萬5喔 對 1萬5幾年前 15年前 還好啦 你們那時候 你們那時候就已經在賣羊肉爐了 沒有… 那時候在做什麼 那時候正好我賠很多錢 後來…那時候常去燕蘭拿古董回來賣 你們自己本身也是古董商 我賣古董的喔 我本身沒有在賣 拿回來就給人家這樣 那你懂這些古董 也不懂 也不懂啊 真的也不懂 也不懂你這樣子賣古董 給別人人家會收嗎 那被人騙了好幾次 會啊 會收啊 你被別人騙 然後你又騙人家的 因為人家騙了你代表那個東西 可能有問題 不應該這樣子說 我要幫他說一句 他可能被別人騙 可是因為他不知道 所以他沒有騙別人 對 不會騙 只是買的人 就是不知者無趣 對… 可是到時候這個誇財規還不錯 他…質感不錯 就是因為還沒做羊肉爐的時候 自從買這個就做羊肉爐 就把… 你為什麼跟著賣憋肉爐 老闆娘 我問一下 你自己看這個會不會怪怪的 我自己看我是覺得 好像偷偷偷偷偷的感覺 不會啊 可是我是覺得他帶來好運 那就不一樣 帶來好運 那…那… 那您自己孤呢 既然帶來好運 我們還需要孤價嗎 那你就自己在家裡面嗎 那時候好像有做夢 他說大約15萬 現在的好運這樣 做夢 15萬喔 對 那妳都說做夢15萬 他有來託夢啊 誰託夢給妳啊 我們那隻八隻龜 真的喔 對 好 來 妳知道15萬的話 它總共是八隻 八隻 對 對 它是八嗎 所以妳一隻大概要快兩萬喔 對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八隻的吉祥龜呢 玉龜 目前上海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800元 怎麼會這樣 這是塑膠嗎 不是 這不是塑膠 這個叫做玉髓啦 玉髓 對 這就是玉髓類的東西 那玉髓把它做成就雕刻 因為玉髓的食材 全世界到處都有 玉髓 對 就是玉髓類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食材本身不值錢 然後雕刻成這樣子 說實在也就是一般的東西 一隻100塊 一隻100是有的 八百塊 是真的 是假的 什麼真的假的 真的玉髓 可是那個有專家 鑑定說這個不錯 我不知道哪一個專家 給妳鑑定說不錯 我們真正專家在這邊 這個沒關係啦 反正十五年前就好玩啦 反正賠到很習慣了 賠到很習慣 你做那個古董的時候 你大概賠了多少錢 古董我大概賠掉 最少兩千萬吧 兩千萬啊 它是整物質的古董 真的 是真的 不過我看到資料 這個林先生很厲害 他即便是在哪裡跌倒 他也可以重新再爬起來 反覆好幾次 等一下 你說他怎樣很厲害 賠了兩千萬很厲害嗎 沒有 他賠了兩千萬以後 他還能夠再 還能 就是OK啦 心情上可以回轉回來 有一些人你只要碰到挫折以後 那一輩子的話 搞不好就一拜託了 沒錯… 但是林先生不一樣 對 林先生即便是失敗了以後 他還可以再重新爬起來 他能屈能伸 能屈能伸 對… 你是幾歲的時候實在嗎 我二十…正青春的時候 就差不多以後 所以他賠那個兩千萬的時候 你也在旁邊嗎 我不在 他最低長的時候才認識 他是在最低長的時候 賠完了以後才認識 沒有… 最低長的時候認識你 他那時候… 我是他第一春 這樣你厲害 怎麼厲害 因為很多人… 女孩子總不能把一輩子的青春 寄託在一個… 可是我很清純 因為鄉下長大的 所以說不懂人形世故 就會…就這樣傻傻的跟著他 所以你也被騙了就對了 沒有 他對我很好 沒有被騙了 對啊 可是吃很多苦是真的 本來就是啦 本來就是都會吃苦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手鐲的話呢 應該是老公買給你的是不是 那個是在…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買給他的 不是 這個是買給誰 買…給你應該是這一個 那這一個是誰帶的 這一個是在那個… 就是他有一個朋友 有周轉 對… 那就是說那時候他想說 十年前就是因為說局勢錢 然後就說不然你就十萬塊 把這顆玉米先借… 那個錢先借我嘛 然後就押在我們這邊 可是那時候又想說 這可以…這顆玉米算不錯嘛 那是說他先放著 他說一個月要來拿 結果已經十年了 也沒有來拿 對啊 這個那時候借給他多少 那時候十萬 十萬塊 那時候他欠十萬 我請問一下 那時候你賠錢的時候 你負債的時候 有沒有拿一些東西 去跟朋友這樣子周轉 沒有 都沒有 我… 我負債的時候 我都是跑到 沒人認識我的地方 藏起來嗎 藏起來 負債的時候朋友都跑光光了 那一定的 我不要說朋友清新都跑光了 我負債 我…我曾經跑去渡船頭 去賣船頭做草編賣 可是也不錯 一天有時候賣一萬多塊 那個椰子業 椰子的葉子 用船頭做草編 這樣你也是 你也多才多藝 你把它編一個造型什麼 就是像… 像那個螳螂之類啦 魚啦 童腕這樣 對 那時候東森新聞 還有採訪過他 是真的 那就十萬年前了 那時候 對 所以你後來碰到朋友 如果有難的時候 你其實也會伸出元首啦 哪會 所以這十萬塊 你覺得十萬塊這樣 會有價錢嗎 也…不知道耶 反正… 這個老婆在帶應該很漂亮啊 這是圓鑄 好 來 我們請那個林先生 林先生 您姑呢 這腳現在就… 這腳喔 這腳應該… 以現在應該二三十萬有吧 二三十萬 應該有吧 好 來 好 來 我們說清楚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冰種的一個手鐲呢 當初是十萬塊呢 借朋友來這個周轉的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一萬元 一萬元 還不錯 怎麼會這樣 我已經盡量了 最起碼它應該是真的 不是一千元 對…這個是… 這個是真的喔 可是… 那是冰種的耶 你自己說是冰種的緬甸玉 可是冰種的條件是要有一定的透明度 你這透明度沒有那麼好 不過你還有亮度 那問題是本來我大概… 這樣子看 我們本來可以給它大概三萬塊到四萬塊 這樣子 因為它有一定的亮度啦 這樣子還好 可是呢 如果你拿… 我們長期在節目裡面有交觀眾朋友嘛 如果你這樣子看呢 去看那個石紋喔 你看這邊有一個… 有一道石紋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在這邊 再過來這裡 有 有 就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石紋 一大堆石紋 這是它扣分的地方 可是一般人看不出來 因為它這樣外表看起來 就是覺得說它有那個價值 對 很有意思因為… 你要是要賣十萬塊的時候 人家就會仔細給你看 那因為是好朋友 對啊 我還想說他居心 我跟妳說 如果你賣三五千塊沒有人要看 就是隨便啦 對 那也無所謂 可是你賣到上萬四五萬五六萬以上 大家都會仔細看 對… 那他當然會要去看 不過林先生說實在的 如果你那個朋友 拿了一個V貨的東西 然後跟你周轉十萬塊 我相信你還是把那十萬給他的 對不對 最起碼你這朋友的話 不是拿了一個假貨來跟你做周轉的 那了不起就是他的品質 比較差一點 這樣子還算是不錯 可是十萬塊才一萬塊而已 我也沒辦法 你都已經走出去 真的 算你幫助他好了 可是我還把它公訪在我們家 那個最重要的地方 那十萬塊 這個應該比這個好多了 好多了… 八百塊而已 對… 可是那個花財龜 它讓我生意做得不錯 那你怎麼不知道 不是這一個手鐲 讓你的生意越來越好 因為他說花財龜 這一個是發財座 發財座 好啦,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這個 接下來這是老公買的了吧 也不是 還是一樣是借朋友周轉嗎 這個 那一個一樣也是周轉的 我請問一下 你們開銀柄樓的店開多久了 十一年 十二年 今年賣入十三年 十三年了 對 方便透露一下 最高的年份是哪一個年份 就是你們的營收 最好的時候 最好應該是94至96 可是你要聽我講 因為它雖然有營收這麼多 可是就是投資實力 因為那邊投資… 產賠人生 重新來過 後來又再賠喔 有,再賠一次 我一百年的時候 前年 大前年 對 大概賠掉九個零吧 是真的 你賠是什麼 你是賠買豬寶賠 還是生意賠 買房子跟地賠 買房子跟地 一百年怎麼會賠 對,別人都賺 就只有我賠 賠九個零的話 是藝耶 是藝啊 對 你買房子跟買地賠啊 對 因為我這個人 我買一間房子的樓級 跟買一件衣服是一樣的 那老婆知道嗎 這個事情 是後來才知道 她是後來才知道 來,我們來說金額吧 好,來 自己估一下吧 老婆比較厲害 來,老婆您估呢 我估大約 因為那時候想一想 我是覺得這家比較有價錢 因為想不想去五萬 五萬 三十萬 三十萬 對 因為她有偷夢給我說 她是真的不錯 我請問一下 這次是帶一個 帶一個先跟你偷夢 我有第六感 你有第六感 對 不,我覺得價錢 真的對他們不太重要 我覺得 有夢想最好 可是現在很重要 因為 真的 就是那個 慘陪千萬人生 真的 剛剛不是藝嗎 怎麼又有千萬 她那棟房子裡面 都是那個古董 也有預言 真的啊 她講的是那個古董的部分 對… 古董的部分 她裡面也有什麼 好,來,我們來勾一下 好,來,這一個手鐲 當初也是借朋友十萬塊 換來的 上面有兩塊的地方 是這個綠色 好 借十萬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翡翠的手鐲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四萬元 還不錯啦 還不錯 還不錯 它也是真的 這也是真的 這是天然的 那這個顏色也都是真的 這邊也都是真的 這個沒問題 這就是我們說的白底青 可是呢 因為它有很多的石花 我們… 我們上次有講過 以前有講過說 白底青的話 條件就是不能有任何的 石紋跟石花 要全部白的 那你這因為白 還沒有到那麼白 然後你的綠 就這個比較好一點 這邊的綠呢 有一點問題 我說問題是太輕了 對 就是屬於髒髒的綠 這邊不怎麼樣 我看你太太的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是真的快掉下來了 可是我們那個 有個客人他會看 他說 我那時候要給他看 他說你這隻腳 如果沒有三十萬 沒有沒有四十萬 所以說我每天就 很小心跟他講話 結果… 那你這隻腳有在哪裡嗎 這一個我有帶幾次 對 因為我想說真的好看 我想說十萬塊真的… 有的預約幾百萬嘛 我想說這一個應該 對我來講也… 不過不要想太多 這樣子的東西 這樣子的東西 不會到十萬塊 真的 還是保持你的夢想比較好 其實也不缺錢 我覺得這個 最起碼是真貨 然後可以擺著 這一個 好 來 剛剛看的是 只有一點綠的地方 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應該就是 老公送的對不對 對… 老公送的 來 老公送的東西 應該就會比較值錢 應該是會 好 老公你當時有什麼 會買這個嗎 那是到南部吧 在台南 那時候去台南 對…在台南 然後呢 那就逛老公 這個是買比較便宜 大概四萬多吧 對 然後… 然後為什麼會買這個送給老婆 為什麼跑到台南去 不是剛好到台南去啊 就想說剛好… 那時候去度蜜月 就是說 十週年度個… 結婚十週年去 對…慶祝一下 想說 難得沒有出去玩嘛 到台南去 看一下官田的 去看那個風景嘛 然後去度兩三天 結果在那個台南的街上 那個… 就想說 不然就買一個做紀念 因為有到台南去了嘛 對 就想說把它買回來 因為也好幾年 所以… 所以是在營樓是不是 對… 然後老公帶著你去挑 對 因為我看喜歡 然後他… 就是晚上我在… 早一點休息嘛 他說他出去一下 我想說出去一下去哪裡 我跟你去 他說 你不要過來 我出去買東西回來吃 結果就回來說 老婆 這個是我們結婚紀念日 你好好收藏 我想說這一個紀念 那時候就買四萬… 我說多少 他都不講 我覺得那個老公很體貼耶 是很體貼 你看十週年的時候 還要給老婆一個提供 這樣子 讓你驚喜一下 所以沒有讓你跟著去這樣 是不是 我對他付出也很多 真的 你把你的青春奉獻給他了 很多… 有哪一些 我的青春 我的… 不能再問有哪一些 你… 他奉獻什麼 因為他的眼神告訴我 他還是很想把很多… 很多都講出來 他想要一吐他過去 這三十年來 對他無私的奉獻 對不對 對… 是真的付出很多 不過夫妻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來 我擺在顯微鏡下面給你看 好 你說你買多少錢 四萬 他說四萬五 你覺得現在多少錢 我應該差不多八萬塊吧 來 我問一下 好 你常常在看我們節目嘛 對 我是你的… 來 我問一下 你看喔 這個你是花了十萬塊 給人家當現金出來 當現金 結果你這個 估二十五萬 對 這只有這樣一塊綠的地方 然後你這個 是買四萬塊錢 四萬五 結果你們現在估多少 四萬五 那估多少 就估八萬 為什麼會估八萬 這個綠比這個還要多 你這個要估到二十五萬 因為這個看起來燈光照 我會覺得說 這個有它的價值感 這個沒有價值啊 因為我們對育比較外行 覺得說 朋友要照轉就照轉給他 所以朋友照轉的東西 會比較好這樣子 因為他做善事 可是現在我把它賣都賣不掉了 我跟你講 我擺在顯微鏡下面 我先擺在顯微鏡下面 我請我們電機博士先去找 找這個特徵出來 然後我們一起來先說金額 那是不是很貴 會不會嚇一跳 會 真的嗎 你說多少錢 八萬塊 八萬塊 買四萬現在八萬對不對 我給你兩個價錢 好 一個 八百塊 一個 二十八萬 應該不會是八萬 你先不要講 八百塊 你偷偷跟我講 你偷偷跟我講 你覺得哪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二十八萬 好 來 那個林先生呢 我到現在沒有信心了 你沒有信心 你那個兩個都是A貨 對啊 可是 可是價格 價格 那我現在就跟你講兩個價格 我有心臟病 那就不要講了 那我們就往下講就好了 沒有 心臟病 這我怎麼扶他一起 我用的刺不掉 你們兩個事情會比較會看 真的嗎 你應該 老公應該比較有興趣對不對 比較有興趣 可是我又沒有做功課 我這個人就很… 可是你收藏了不少的 他很實在 他剛才已經講了 他在做古董的時候 他反正也不懂 買進來可能被騙了很多 可是我會做功課 因為我們家的很多客人 都會幫我看一下 可是他們看得都好像不太準 你那個羊肉爐等於在流水洗 要來進進出租 他給你看一下才不會 沒有… 因為我的… 我的加盟店 有的都是我幫他裝潢的 對 我也因為是這樣 我才會亂買 我就是買一些 我比較喜歡古早的 就把我買的東西 去幫他裝潢 是這樣 所以你其實 一方面也是做生意 對 也可以這麼講 因為就把他裝潢的這樣子 我都是用古色古香的 然後吃養肉 那就很有氣氛 對… 等於一方面也根本高官 對不對 那個先生是認為說 沒有什麼信心 老婆比較樂觀一點 老婆是覺得說 應該有多少 28萬 28萬 希望這是無價值保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他一定是無價值保 因為這是老公送給老婆 十週年慶的一個手桌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這個手桌呢 目前市場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800元 不好意思 我就講實話給你聽 來 我跟你說 為什麼會是800塊 來 我們看一下 看起來 我還是覺得還是 請問說 你看 我們說如果是緬甸玉 如果有綠色的部分 第一件事情要去找什麼 找色根 對不對 你這裡面有看到任何的色根嗎 我們請電機博士去找了 全部的結果 沒有任何的色根在這裡面 然後呢 你這邊又是藍藍的顏色 這些地方 這個叫什麼 這是 不是說越藍越漂亮 越… 這邊的藍跟這邊 藍的 不是綠的 對… 這邊有一點藍藍的顏色 可是它中間哪有綠啊 這個就是 它經過酸洗以後 出現的一種化學變化 你這個顏色會越來越糟糕 越來越糟糕 看到 因為已經看不到任何的色根 然後你看 最綠的地方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看到任何的色根 所以會有一點 讓人感覺到很怪 這個東西就是逼迫 可是老師 你給我一個希望是28萬 我是說如果它是天然的話 你說 然後還有一個 沒有 我跟你講 你這個東西還要交觀眾朋友 來 我還要跟觀眾朋友說 這個有意思 這個 來 導播看一下 好 這個地方 這個黃色的部分 還是染色的 還是染色的 對 這個黃的部分是染色的 是人工染料染進去 這還不是天然的顏色 這個是染色的 然後 這就是我們說的部分染 這已經到部分染了 這就是部分染 那在這邊能染成黃色嗎 對 那這邊又是強酸 強酸處理的結果 這些都是強酸處理的結果 好 這樣照下去 它其實有一些地方 你會看到有藍色的 對 有藍藍 但是基本 你看這裂紋已經出來了 對 實紋在這邊 那邊實紋 對 會不會說每天把它帶著 帶到已經對話了 很多人會叫我 你要是真的話就不會了 永遠都不會 這個有客人看過 他說他要那個 15萬跟我買 我說我不要賣 知道 因為他說對 我想說不行 這是我的那個 結婚資訊 你現在回去的話 10萬塊就可以把它賣掉 可是那個人已經沒有來過了 對啊 不然我就賣給他了 我賺透了 那個都還是說說而已 搞不好吃完了羊肉爐以後 你要上廁所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剛剛那個 林太太我們剛剛已經教妳了 就是看那個綠嘛 綠越多的話價值越高對不對 對 這個太綠了一定很高 這個是滿綠 對 然後呢 妳再仔細看一下 這個綠有沒有帶一點點藍 很綠啊 都是綠的喔 對 沒有藍喔 有的 有一點藍 有藍嗎 有一點藍 有的 可以說嗎 對 對 我們兩個好可愛 就是跟… 跟店舖一樣 對 對 跟店舖一樣嗎 對 為什麼跟店舖一樣 為什麼跟店舖一樣 因為我們做餐廳的生意 對… 免得找麻煩幹甚麼 你又不是做八大行業 你又不是做一個… 有做八大行業 我那時候也有開地下酒駕 有 所以那個有的也… 對… 純棚長的 純棚長的 你生意做得很大 你雙馬路也做 綠紅也做 地下酒莊也做 對 古董也做 路邊攤、自助車 甚麼都做過 對 連推那個三輪車也做過 真的 對 你都在旁邊這樣支持他 因為我要做 我每天做十幾小時 快二十小時 所以你也是在路邊攤 用一個攤子 用一個攤子 這樣子慢慢再做起來 我都要準備東西 很厲害 這樣子的人生真的很少見 跌倒路又爬起來… 跌倒路又爬起來這樣 越挫越遠 回到我們主題 好 來 不要一直把他的悲慘的事情 一定是在講他的悲慘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比較的時候 他們就不覺得這個賠算甚麼 沒有 那個全國的觀眾說 失敗了 真的能屈能伸 真的 來 我跟你講 這一個東西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算是很難得的東西 為什麼我說很難得 你看 光線這麼強對不對 完全不會透 對 最好是很難得 應該是 我很少見這樣子的東西 能夠這樣子做成手環 的確是不太容易 好 我擺在顯微鏡下面看一下 不過擺在顯微鏡下面之前 我還是先請導播再看一下 來 打個近鏡頭看一下 我們現在不打光 就看這個 綠色的 你看這綠色像什麼顏色 來了 這一塊 很綠喔 這一塊 有的時候用肉眼看 我們盡量採取用肉眼看的方法 這個 這個到底是什麼情況之下 這是什麼東西 看到這樣子是什麼東西 而且它是什麼狀況之下會這樣子 我擺在顯微鏡下面 我一擺下去 保證你就知道是什麼 那時候是花了多少 五萬塊 五萬塊 那您股呢 差不多應該十五萬左右 十五萬 可是喔 他那時候是一個手鐲 還有一次在做路邊攤就是 那時候跌倒了嘛 他還有一個那個戒指跟那個一樣 結果為了洗大腸 結果掉在排水溝 我戒指 真的 我戒指 丟掉好幾個 有曾經出菜 出菜 因為很快 一百多桌 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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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不便宜喔 都不便宜喔 你們這邊的東西也都不便宜 不過你看 你可以看到 真的有不同的生活的模式 整個生活的跟模式都不一樣 跟我們很多人都不太一樣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滿綠色的手鐲 好 當初是花了五萬塊錢買的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很漂亮 這個綠 然後它就是套牌 你覺得像玻璃 我女兒在拍照的時候 但是你看一下這個畫面 玻璃的話 應該裡面沒有這種紋路 對 玻璃沒有這種 玻璃應該是青的嘛 對不對 就是裡面全都不重 它還有重量 然後裡面又有一點點 尾巴紋路這樣子 對